北影阿廖沙 北影阿廖沙被性侵介绍北影阿廖沙 北影阿廖沙被性侵仪式之间仍在发酵 即北影否认此事之后 又一位疑似受害人在微博发声 愿意正视阿廖沙所说的 看来北影学生遭性侵仪式其中内幕多多 作为学院一方 肯定也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内幕 5月12日晚 阿廖沙同期同学 以账号at北电社院11级毕业生 发文 表示愿意正视阿廖沙所说情况 他还称不止阿廖沙 包括我在内都受到过 以宋敬 无意 朱正明 为首的教授论的侵害 他指责这些教授公报私仇 以扣押毕业症或挂科为由敲诈学生 做出不前连举动也时有发声 更强调所说的句句属实 如有假话 愿接受法律制裁陆寒 迪丽热巴强炒CP被喷 节目组就转而炒景田 改名为奔跑把他跑南第五季 已经播出了一个月 热度依旧不减当年 而在VABY不在的情况下 节目组就吵起了陆寒 和迪丽热巴这对CP 两人亲密互动的片段 已经是两只手都竖不过来 基本上每期节目播出后 陆寒和迪丽热巴都会 结伴一起出现在热搜之上 比如热巴刚来的时候 所有的成员都送了礼物 但只有陆寒的任务卡 写的是给新来的成员一个拥抱 配上后期LINK的亮闪闪 再加上一点BGM 气氛自然就起来了 在完成任务的环节 你会发现陆寒给热巴整里头 发热巴遇到情况的时候 陆寒也会一把护住他 男友LIMAX 到了后面就更加亲密了 有个环节要比男女嘉宾的心跳 陆寒和迪丽热巴也成了一组 两个人为了让对方 心跳加速做出了各种暧昧小动作 不过在节目组刻意的编排之下 各种bug也被找出 来了 学医的网友表示 一个人的正常心率为60比100 剧烈运动之后有时会到120或者130 这样坐着都能达到160 心脏绝对有问题 大多只见于心脏病患者 陆寒光是坐着 然后心跳到达了160 应该可以直接被120接走了 所以 节目组的这种可以炒作实在不能忍 更大的bug 在第四期的奔跑吧 水下丝名牌环节 就在热巴与林志玲丝名牌第四轮 镜头一转 本应该是 在背着热巴的陆寒 镜坐在岸边观传 信心的网友很快就发现 这是邓超 在担任陆寒的替身 能隐约看到贴着陆寒名牌 衣服下的另一张名牌 写着邓超的名字 网传陆寒在录制中半月板受伤 几轮剧烈撕名牌后腰部也扭伤 不得也到一边休息 所以找邓超替换了一下 而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 节目组的声明是在最后一轮 水上撕名牌的录制过程中 陆寒闪了一下腰 在不影响节目进度的情况下 超哥主动帮忙替代 同时陆寒在场边做了应急处理 短暂修复后 马上又上场完成了最后的比赛 看似很敷衍 观众们就更加不愿意买账了 不过这种带着剧本的炒作 节目组不会承认 MC们可是会说实话的 近日郑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直言 陆寒和热搭就是节目里的一些剪辑 呈现出来的效果 而且郑凯也表示 节目就是节目 生活就是生活 郑凯这样的说 可能是因为他眼神有体会吧 毕竟在第一季 明 明全员在现实中两人都是非单身时 节目组还强行将正海和Angela Baby组成周五情侣 但2015年Baby和黄教主正式举行了婚礼 所以周五情侣的概念 也就不得不被弱化 但有韩版中 Rail成功的周一情侣在前 节目组也绝不会放弃 这样圈焚炒话题的好机会 于是在热巴加盟后 组CP的任务 也就自然落在了他和陆寒 这两位单身小青年的身上 可两人的CP感觉本来就不强 观众们对明星CP是有些审美疲劳了 节目组吵来吵去更像是长辈的逼婚 实在是没什么亮点 呼前几期在节目中 刷粉红的陆寒与热巴这对周五CP 一路走来都难逃观众的争议与质疑 更有人因此将新成员 若巴黑的体无完肤 或许是为了缓和一下 这对官配CP带来的尴尬气氛 这一期的节目中 陆寒身旁的他变成了高冷饭儿 十足的嘉宾景田 两人从一开场就温暖满屏的铜框 画面对许多珍爱粉刷屏点赞 称画面干净很奔配 也有一些观众继续质疑节目组搞事情 问道是因为热巴被黑得太厉害 所以要捆景田和露台了吗 当然节目收视率和话题度的瓶颈 也绝不是用炒话题炒CP就可以轻易解决的 有这些闲功夫 还不如在节目的游戏设置和剪辑上多长点心呢 至于把明星们组成假想情侣 这种炒CP固然也有好的例子 比如我们相爱宝姐 墓被网友奉为约会好教程 也让单身狗的心瞬间被虐成了渣渣 但当节目结束 观众们往往都会被现实给打败 周冬月余文的少女和大叔的CP搭配 节目中两人充满了爱的互动 交起床 记哑高 半夜爬山看日出 六叔的浪漫招数真是难以招架 而如今节目结束之后余文 乐找到富二代女朋友 周冬月则忙着跟斗镜头 吃口串滑滑板 两人都走上了人生新阶段 只有宇宙夫妇的粉丝们还在圈地 自盲 时不时地回味两人曾经的甜蜜 乔任良徐璐这对慌张夫妇 在节目里很粉红 但节目外乔任良 却并不愿意被粉丝们 每天呼喊着在一起 不仅徐璐的宣传人员 被爆开小和黑乔任良 甚至两人的粉丝之间 还因为各种原因撕了起来 闹得十分的不愉快 一千零一夜中有首民谣 关键句子是 两个比一个好 张爱玲的《严英语录》里 有更进一步的诠释 两个头比一个好 在枕上 两个比一个好 在天上 在人间 在床上 在月下 在断碑山上 在电影里 两个人才能跳探歌 两个人才有爱慕 冲突 离合 想念 而娱乐圈是最能体现 两个比一个好反则的地方 不论是男女 男男 女女 一次看见两个 比较划算 不论是朋友 爱人 妇女 一次看见两个 比较圆满 我们怕孤独 怕人和人之间 没有联系 限制中得不到满足 就格外需要明星 帮助完成幻想 不过 这种因为节目 强行拉篮 被组成的CP 不仅会拉低 节目的水平 即使被炒得 两方的口碑 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真的需要 三思而后行 至于粉丝们 也不要太入理 节目组所炒出来的CP 毕竟等过了宣传期 就会一拍而散了 伤心的还是粉丝啊